接下來國際話題來看到春節假期 在一個多月就要到來了 很多人就等這一刻 好好的跟家人來團聚 放鬆一下 臺灣的話是從小年夜開始 連休七天 至於中國則是從大年初一 才開始放假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形勢力的部分 紅圈的部分 看到二月十號到二月十七號 中國是連休了八天 比臺灣還要多一天 但是卻有很多中國民眾不滿了 因為仔細看 二月九號除夕是沒有放假的 再加上春節前後的兩個星期天 都要上班 等於要連上六天班才放春節 而春節之後又要再上六天的班 讓許多人是大喊吃不消 尤其是除夕吃年夜飯 很多家庭的傳統 可以說是春節當中最重要的一天 當然也引發了民怨 那麼很多人在外地打工 沒考慮過除夕前安排放假嗎 痛批除夕不放假 簡直是亂來 不斷挑戰人民的底線 那麼中國國務院辦公廳被罵翻之後 又下發了通知 鼓勵各單位安排職工在除夕的時候 來休息 再度引發民眾的不滿 大家就質疑了 為什麼不直接放假 那麼中國的證監會隨後也宣布說 除夕當天是修飾的 就是要來符合政策的導向 也比較貼近投資者的交易習慣 那麼值得注意的是 聯合國先前也決議說 將農曆春節定為他們的假日 但連中國民眾都吐槽了 自己除夕沒得放假 反倒給聯合國加了一個假期 反而有一點吃虧